妳好,我叫趙紫慧,今年16歲,我來自深圳 我知道BDEL是因為他們當時到中國來見面,然後談話聊天 然後就覺得BDEL這所學校挺有趣的 然後就當時也沒有太想說到英國來學習或怎麼樣 我跟我的爸媽參觀了幾所不同的英國學校 BDEL是我第一所參觀的學校 在學校裡逛了一圈,圖書館啊,教室啊,寄宿生活 很棒,很棒,我只能這麼說 有很多活動,有去海邊、見沙寶、吃冰淇淋 然後去看電影、購物 比如說妳可以去妳老師的家裡 然後打保齡球 如果妳有很多作業的話,妳也可以搭在學校裡寫作業 當然妳想睡懶覺的話,妳也可以睡一整天的懶覺 然後在女生宿舍會有很多,星期天會有很多巧克力啊蛋糕啊 美術和設計可能是我最喜歡的兩件事情在BDELS 像設計,我是在做一個舞台設計 然後是,就很好玩,妳可以去跟導演談話,跟演員談話 然後瞭解,瞭解妳需要做什麼 只要是一個挑戰吧,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劇院啊,所以就覺得很好玩 學術方面的話,像數學和科學 當然就是跟中國教學有很大的不同 像科學的話,就有很多實驗妳可以做 然後因為每個課堂的學生會比中國會小很多 比如說像我們班,科學的話差不多就十個人左右 然後做實驗啊什麼 然後課堂一般就是很互動的,妳有問題就問 然後老師會走來走去啊什麼 然後妳可以把腳翹到桌子上會怎麼樣 所以妳一遍都可以 所以,然後像科學的話會有很多演講 會有很多 課堂 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科學家會來到學校 然後妳有感興趣的話可以跟他們談話去聽啊什麼 所以就是,科學它沒有太多的被動學習吧 主要是主動哦 妳感興趣,妳就自己去聽 不感興趣,妳就隨妳一遍怎麼樣都可以 學校之前,把他們的網站頁面瀏覽一遍 主要是看妳的個人興趣 如果妳喜歡美術的話 當然妳就會特別留意它 美術方面的一些信息 所以,主要是看個人哦 妳自己想要了解什麼方面的信息 就多了解一些 真的嗎 對,妳有感興趣 妳想要解決方法 D sparkling